深夜中烏克蘭士兵 驕著汗馬車 衝進巴赫普特郊區 CNN採訪團隊 跟著烏軍編號 Code 9.2的無人機隊伍 慢慢靠近俄軍陣地 這支部隊 專門使用烏克蘭 國產的吸血鬼無人機 它不只有夜視功能 起飛前還會播放一段 星際大戰黑武士的 出場配樂提振團隊氣勢 無人機準備升空前 隊長向CNN透露 他們發現瓦格納軍團 已經重新回到巴赫穆特戰場 不管是瓦格納還是俄國正規軍 吸血鬼無人機都能快速鎖定目標 看到就炸 不過在無人機攻擊後 俄軍也立即還以顏色 還連續發射炮彈 在俄軍不間斷的炮彈 轟炸下五軍無人機繼續緊追著一輛敵營戰車 在這場已經長達19個月的戰爭中 無人機已經成為烏克蘭反攻 不可或缺的關鍵武器 除了無人機之外 烏克蘭近期靠著地面部隊 奪回巴赫穆特附近的安德里伊夫卡 五軍第三突擊旅在這裡 一邊往前推進 一邊輕腳 俄軍與打 但俄軍也不是省油的燈 持續發射破擊炮 從第一任正視角直擊 烏克蘭兩軍激烈交火 雙方的距離近道 甚至可以聽到對方下的指令 不過前線烏軍還是說彈藥實在不夠 為了補足缺口 許多烏克蘭民間公司投入武器研發 一間軍火商就研發出這款號稱 可以摧毀敵方軍艦的 馬里奇卡水下無人機 而且已經開始進行水下實驗 烏克蘭國防部長烏梅洛夫 在接受CNN專訪時表示 希望在這場戰爭結束之後 烏克蘭可以變成軍事科技強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者 李宗盛